旁边的陆家人,一个个用着复杂的眼神,看着他们家主,刚才那可不是晕过去了,而是断气了,如果不是那个少年,只怕。 想到这里,众人的目光又朝那抱着小白虎站在一旁的少年看,你们都看着我做什么?陆大叔不是已经没事吗? 凤九摸着怀里的小白虎一边打了哈欠,又往回走,这才大半夜呢,他还是暂眠一会儿,陆老爷见气氛有些不对。 怎么了?父亲,你刚才,刚才……陆济明想告诉他,你刚才断气了,可这话到嘴边却不知怎么说,只能看向旁边的陆老。 老爷,你刚才死了,死了?怎么可能?是真的,如果不是他,父亲你就醒不过来了,你刚才真的断气了,没有气息了,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办,是凤小兄弟救了你。 看到陆老爷点了点头,陆老爷心下震惊,一双眼睛不由地看向凤九休息的地方,过了一会儿,他示意道, 你们扶我起来,既然是凤小兄弟救了我,我理荡亲自向他道谢。 陆老和陆济明连忙将他扶起,陪着他一同往前面树下眯着眼的少年走去。 凤小兄弟。 凤九睁开眼睛,看向面前的陆老爷露出一抹笑意。 天还没亮呢,不再睡一会儿吗? 凤小兄弟,多谢你救了我。 陆老爷郑重地向他行了一礼,其实我也没做什么,是陆大叔肚气给你,将你救火了。 凤小兄弟,我有一室相寻。 他在凤九旁边坐下,似乎打算详谈。 陆大叔请问。 你可知我得了什么病啊? 嗯,差不多吧。 嗯,你应该是发病时心脚痛,呼吸短促,冒冷汗,平手偶尔也会凶闷吧。 他只是这样看就知道了吗? 这么说,他的医术…… 凤小兄弟,你……你有办法是不是?你有办法,医治我家老爷是不是? 陆济明如今知道他极有可能有办法,当下二话不说,直接朝他跪了下去。 凤小兄弟,请你救救我爹,求你了,只要能救好我父亲,你的大恩,我们陆家一定不敢忘的。 哎,这是做什么呢?没事,别随便跪我,有话好好说,别动不动就跪,我可不好这一口。 他跳了起来,迅速跳到一旁。 凤小兄弟啊,我这次出来就是寻医的,如果你能治好我的病,陆某一定大礼相谢。